北京时间10月29日,CBA联赛新赛季第一轮比赛广夏主场迎战福建队,凭借在第三节的一波强势进攻,广夏队全场打得十分轻松,在主场以105比99战胜了来访的福建队。 广夏队两名万元表现出色,伯洛西斯22分12篮板,福特森33分8助攻,胡金球得到两双12分15篮板,刘征得到13分。 福建队王哲林得到16分13篮板的两双数据,陈林坚15分,万元史密斯坎夏42分16篮板。 两队在一开始进攻成功率都不是很高,两三个回合都没有进攻成功,尤其是福建队,在第二次进攻中王哲林连续抢下前场篮板都没能打进,反而被对手反击拿下了第一分。 王哲林之后努力在内线进攻却被苏若宇封盖,然后自己又把球抢回来命中第一球,广夏万元福特森C后打成21,胡金球也扣篮得手。 史密斯命中投篮之后王哲林也扣篮得手,双方比分一直拉不开,最后几分钟伯洛西斯连续单打王哲林得手,但是由于没能很好的防守,广夏队第一节结束时以23至25落后。 广夏队在第二节的开始着连续进球,伯洛西斯,刘正,李金灵和福特森先后命中投篮,福建大万元哈里斯也单打还以颜色,但伯洛西斯面对福建的防守内外全开,前四投拳中直接打的福建队。 叫了暂停,暂停归来之后福建成林间率先命中远投,然后全队又积极拼抢前场篮板缩小分叉。 广夏外线李金龙和局朋友命中三分球一直没有休息的王哲林体力出现了下降,在伯洛西斯扣篮得手之后广夏队以48至41领先结束上半场。 第三节开始胡金秋就命中了一季中距离,福特森也命中两分,福建队在史密斯的带领下才开始苦苦追赶。 伯洛西斯三分命中之后王哲林也打成21,随后福建队火力全开,哈里斯明则三分球之后周启欣也命中三分球把比分反超,但福特森马上二罚全中,广夏连得6分再次将比分拉开,之后赵延昊也命中三分球,在胡金秋命中两分之后福建队最后卡时间不清楚,又被广夏打了反击。 第三节结束的时候广夏以78至71领先。 第四节开始不久后伯洛西斯又屡屡建功,比分很快拉开到两位数,在本节中段陈林间连续命中帮助球队缩小分叉,王哲林内线扣两个手把分叉缩小到各位数。 在接下来的三分钟内双方比分一直在10分左右徘徊,虽然在最后连续得分把分叉缩小,最后时刻石密斯受伤下场以及进攻不力让福建最后无奈地输掉了揭幕战。 广夏对下场比赛将客场挑战浙江福建队下场比赛将主场迎战江苏南兰。 汉堡